大家好,我是刘华财 今天想跟大家谈谈一下 那个成分统考的事项 希望你们在去年 全国大选的宣言中的第三十项 就是在恢复国立大学 即是高等教育的权威中 答应如果是一旦赤证的话 将会承认统考 换句话说 无众生将会用统考的这个文凭 可以进入国立大学 条件呢,只有一个 就是在SPM的国文里面 必须要拿到U等 我们的所谓的最佳的副教育部长 张念琴 在2018年的7月8号也说过 西蒙政府呢 不希望拖离贷税 在年尾里面就会承认统考 就是能够在一起 承认统考 对,能够尽快做好就做好了 我不喜欢拖离贷税 可是在同一个月份 7月10号的时候呢 张念琴又再说过 政府没有保证在这个年尾里面会承认统考 最近呢,我们的承认统考的特别委员会里面 建议说 如果要让那个统考生进入国立大学的话呢 必须要有一个考试的一个制度 来筛选这个同考生 民政党在这里呢就反对 反对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考试来去筛选这个同考生 因为这个给人家感觉到呢 这个所谓的同考或者是这个UEC的成绩呢 是比人低一等的 也在2010年呢 我们的师范大学里面也可以用同考的这个文凭进入修读中文系 所以呢,我们也看不出为什么这个西门制政过后呢 要承认同考的事项呢 是做得那么难,那么辛苦的 我们在这里也呼吁西门政府呢 必须要承认同考 如果是坚持一定要同考生呢 要有另外一个考试来筛选的话呢 这样民政党就建议呢 那个不只是对同考生 而必须对全部的学生 就以SDPM呢也好 要以SPM也好呢 也必须要参加这个入学考试 从中呢 筛选他们进入我们的国立大学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次再见